我們看這一題 這一題它說m是一個3乘2接的這個矩陣 而且m作用在這個矩陣的話是這個 m作用在這個矩陣是這個 那問m作用在這個矩陣等於多少 好我現在把這兩行對調的話 這兩行會跟著對調 那為什麼呢? 我們現在說明一下 這個m的話是3乘2 就是說3內兩行 A11 A12 A21 A22 A31 A32 然後乘以這個 10 00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 這個一層的話 這一層的話 這一層的話 這個A的話 是在乘這裡 就是說 乘出來的話 是等於多少呢? 是等於A1 A11 A21 那再來呢? 這樣一層的話 這是A21 這樣一層的話 這是A31 A21 A21 也就是說 這個矩陣作用在這一行的時候 是等於這一行 同樣道理 這個矩陣作用在這一行的話 等於這一行 那因為都是0 這一層的話都是0 所以這是0 0 那我現在把這兩個對調的話 這兩個就會跟著對調 因為我們剛剛講說 這個矩陣作用在這一行的話 是這一行 那我把這一行 調到這裡來的話 那就等於這個矩陣作用在這一行 就變成在這一行 那這個就跟著 調到這裡來 也就是說 這兩行如果對調的話 這兩行如果對調的話 這個兩行的話呢 就跟著對調 就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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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這兩個對調的話 這兩個會跟著對調 好 那應用這個性子的話 我們也可以得到 我把這兩個對調的話 把這兩個對調的話 把這兩個對調 這是0 0 1 0的話 那這個就跟著對調 這兩行就跟著對調 0 0 0 3 2 好 他的道理 我把這兩個對調的話 把這兩個對調 把這兩個對調 做用在這個 0 1 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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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用在這個矩陣樓,我可以把它拆成兩個矩陣 這個矩陣拆成兩個矩陣 就是0010,加上0100 因為這兩個矩陣相交就等於它 我利用矩陣的分配率,這個矩陣乘以這個矩陣的話 是等於多少?就是等於這個 這個矩陣,裝在這個 就變成這個是 123 000 加上多少呢? 這個矩陣,裝在這個矩陣 就等於裝在這個矩陣 就等於多少呢? 000 321 把它加起來就等於那個 123 321 事實上的話,我們可以這樣看 這個東西的話,我可以怎麼樣? 我可以把它兩個對調 就是說 嗯 這個的話,我就可以這兩個先相交 依照分配率的話 這兩個相交 就m 100 1001 會等於多少? 會等於這兩個矩陣相交嗎? 321 123 事實上的話 這個矩陣就是m這個矩陣 然後我把這兩行對調以後 這兩行對調 兩行對調以後的話就是 0110 那這兩行就跟著對調了 123 321 123 哦,就等於這個 123 15 15